作家寇士奇说过一句话, 中年是众生喧哗的年纪, 外界的一切声音都会被无限放大, 并搅乱你的生活。 人到一定阶段, 日子越来越喧腾, 热闹, 种种噪音也就随之而来。 这些杂音会不断地分散你的精力, 扰乱你的内心, 让你陷于烦恼和痛苦。 只有及时屏蔽, 主动从喧嚣中抽离出来, 你才能获得身心的平和。 中年以后, 一定要学会调低生活的银两, 屏蔽一切干扰, 你才能沉下心来, 在纷扰的世界中做自己的掌舵人。 一,过滤外界的非议。 曾有人在微博上问蔡兰先生, 先生, 我该如何面对别人的非议? 蔡兰指挥了四个字, 不离没事。 生活中, 我们总会碰到一些无缘无故的恶评, 和没有由来的诋毁。 这些非议的声音, 你越是放在心上, 它越会反复折磨你。 你若是不在意, 他们就会像一阵风, 从你身上轻轻吹过, 丝毫不能影响你。 相声演员于谦, 曾在《诗三妖》里提起过自己的经历。 踏入演艺圈后, 他一直给郭德纲搭档。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 各种非议也就随之而来。 有人说他没有才华, 纯靠棒上郭德纲。 有人说他抽烟, 烫头, 带坏青年, 那段时间, 他每天都在关注外界的评价, 经常焦虑的饭也吃不下, 觉也睡不好。 直到病立场, 他忽然想明白了, 活在世上, 无非是你说说别人, 别人说说你, 你要是往心里去, 就是自寻烦恼。 自那之后, 他关闭了微博, 也不理是非。 闲下来了就爬爬山, 逗逗鸟, 把日子过得充实有趣, 有演出时, 他一门心思好好准备, 力求做到最好。 过滤了种种非议后, 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 他都过得非常充实熟识。 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发现, 这世上没有不被评说的人, 而且无论你怎么做, 都会有人看不惯你。 你热情待人, 有人说你假惺惺, 你寡言少语, 又有人说你假惺惺, 你回归家庭, 有人说你不思进去, 你努力工作, 又有人说你争强好胜。 众口难调, 流言难辟, 总是把别人的话放在心上, 你就输了。 巴菲特说过, 要把别人的评论 当作无足轻重的事, 那些让人不爽, 影响心情的言论, 不如不理, 那些阻碍自己前进的恶语, 尽快屏蔽。 中年以后, 闲言遂语别理会, 事事非非随他去, 少在以他人的评价, 你才能逆得一片清静之地, 过好自己当下的每一天。 二, 不听别人的干涉。 作家马德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男子, 毕业十多年, 却一事无成, 他非常不解, 就去找一个智者解惑。 智者就问他, 这些年你都做过什么? 年轻人回答说, 刚毕业那年, 我喜欢写作, 但有人说, 作家没前途, 我就放弃了。 接着想去做程序员, 有人说程序员容易猝死, 我也没继续学, 之后销售行业爆火, 但又有人说, 你上大学, 难道就去卖东西, 我又没干下去。 智者说道, 别人怎么讲, 你就怎么做, 过于盲从, 你就只能原地打转。 年轻人听完, 这才恍悟过来, 便败泄而去。 现实中, 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总是听从他人的建议与指点, 最后将自己的生活过得面目全非。 乔布斯说, 不要让别人的议论, 淹没你内心的声音, 你的想法和你的直觉。 少听别人的建议, 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 你才能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80年代, 画家刘晓东已经画了好几年, 但作品却根本没人看, 当时就有老师建议他走古典主义路线, 画大场面。 身边同学也积极为他出谋画策, 有人提议让他尝试怪诞的现代主义, 有人让他直接模仿名家的风格。 可对于别人出的主意, 刘晓东已改充耳不闻。 他表示, 要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 继续走写实路线, 记录普通人的日常。 没过几年, 他就推出一系列独特的画作, 获得无数好评。 正是忽略了旁人的声音, 让他得以坚持己见, 成功攀上了艺术的高峰。 村上春树曾说过, 别人怎么说与你无关, 尽管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只要你清楚自己在寻求什么。 生活本来就是自己的, 不属于别人的看法。 人到中年, 不要让任何人干涉你的人生。 忽视他人的声音, 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你才能活得自由而清醒。 三,屏蔽生活的噪音。 网上有一个提问, 成熟应该具备哪些特征? 有一个高赞回答, 只说了三个字, 屏蔽力。 年轻时, 我们认为热闹是必需品, 习惯秒回每一条消息, 不愿错过每一次聚会, 直到精力多了才明白, 那些喧闹只能让我们在浮躁中疲于奔命, 徒劳消耗自己。 中年以后, 把耳朵关上, 屏蔽所有嘈杂, 你才能专心做好自己的事。 作家斯蒂芬年轻时, 常常步行半小时, 到后山一处空地看书。 有人不解, 花一个小时在往返路上, 为何不留在家里看更多的书? 在斯蒂芬看来, 待在家里可以节省通勤时间, 却要花费更多精力, 去处理来自电视, 电脑, 还有朋友们的干扰。 后来参加工作, 他依然保持这种习惯。 每当到了预定写作的时间, 哪怕滂沱大雨, 他也要离开公寓, 前往阅览室。 安静的阅览室, 隔离了所有工作和社交上的喧闹。 在这种环境里, 斯蒂芬内心平静, 文思如泉涌, 写出了一本本佳作。 最强大的时间里说, 真正的境界是内心的宁静感, 净到名利不扰, 尘世不扰, 己心不扰。 平庸的人追逐喧嚣, 优秀的人却选择将生活调成, 静音模式。 歌德放弃夜夜生歌的贵族生活, 在无人问津的老宅埋头沿途, 忠诚一代文学巨匠, 梭罗远离人生顶沸的纽约, 在荒僻的湖边隐居, 这才有了流传后世的瓦尔登湖。 正如圣雄甘迪所说, 别害怕自己与世隔绝, 你能以安静的方式改变世界, 面对喧哗的世界, 与其追逐热闹, 不如给自己腾出一方僻静的空间。 中年以后, 学会主动降低生活的噪音, 无意义的饭局要懂得拒绝, 外界纷扰的信息要学会屏蔽。 当你能不被喧嚣打扰, 不为人事忧心, 自然能定下心来, 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 周国平在安静的位置中写道, 不管世界多么热闹, 热闹永远只占据世界的一小部分。 热闹之外的世界无边无际, 那里有着我的位置, 一个安静的位置。 现实中那些喧哗的声音, 听得太多, 只会乱你心神, 让你迷失自我。 主动屏蔽身边的噪音, 你才能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中年以后, 少礼会他人看法, 别掺和外界热闹, 在安静中不断充实自身, 将生活调成静音, 修炼出更好的自己。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分享及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